老板来帅活让个本家观战一把小哈 我叫小哈呢说 哎呀现在感情弹了不叫哈宝了 我叫哈宝呢 又叫哈宝了 你跟他啥关系 我这是 看一下抖音小哈压的S1红蝶 杂技佣兵拉拉队员囚徒 打单刀型监管者这个阵容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这个阵容 比如拉拉队员再补一个搏命的话 你还真别说前期六好了 是很有机会出 那个四人开门战的 当然前期呢得是砸几千只 这边的话拉拉队员第一刀吃上了 加速启动的那个间歇点被抓到起了一刀 双加速已经交完 飞轮还没有好 现在是拉拉队员最脆弱的一个时间点 拿红光片 压住 这边一个蝶飞过来反手一刀震慑 真没办法 这拉拉队员操作不动啊 这红蝶神出鬼没 谁能防得住吗 第一轮打完以后呢 基本上就做好往保密方向打的准备 这里的话 囚徒有个垫 但是他似乎没有什么想法 那这样的话 你没什么想法 红蝶有啊 对吧 过来闪现开刀都可以 哎 对 为什么闪现开刀都可以 这刀不打白不打 好 看那边又回来了 回身过去做防守 就这刀打完 因为这个拉拉队员在 我觉得啊 在小哈的红蝶面前是不太具备 二六能力的 那么这刀闪现开了 早用早CD 我在处理这边 拉拉队员的时候 其实不是特别需要这个闪现 我只要正常在搏命时间内击倒拉拉队员 那后续这一刀 你要么囚徒去找队友补状态 影响你们的一个修机效率 要么待会我就针对你咔嚓一刀续上节奏 这边找好位置 拉拉队员的话 手里面有个飞轮 卡板子 卡板子 卡的不错 但是又还有个飞轮 薄命 还有一波BB加速 难道说 要出问题 这里得砸个板子才能上车吧 拉拉队员这边是选择贴边绕 不断的回头 然后你快跟进以后 一个 哎 BB没交出来 这一波你真没说 这波BB交出来了 他能续上下一个BB 双BB 可能能拖不少时间 有点可惜啊 拉拉队员已经 已经溜出来了 但是最后这一口气没续上 现在的话 总量加起来是三台半 球员这边状态不太好 如果说这边 佣兵是满状态的话 我觉得过来就一波 还是挺香的 但半状态呢 这边都有 等于说是要一个双倒的代价 来保 找时间 这边飞天 要不算了吧 宝瓶别救 拉拉队员说 我还有两次加速啊 两个BB你不救我啊 我能溜的呀 还行 真还行 这边小哈抓完佣兵啊 就他就算抓了这佣兵 他手里面也没有传送 他不能寄到以后直接传送 那么球尸这边的话 外面的机子 你不管我们就修完 你管了 这佣兵就火下来 这边的话 刚才这闪现刀 埋下的伏笔 现在是终于找到了机会 而且压到了遗产机 等于说现在佣兵 其实是需要去新起台机子的 佣兵需要新起台机子 咱这边就有人 这边不知道翻了什么道具啊 因为这台机子呢 佣兵起的比较晚 毕竟路人局嘛 他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对吧 先翻箱子 没错的 只是我们上级事件来看呢 如果说能够直接起机子的话 这个局可能 宝平面会有一些 现在是不具备宝平面的 第一机子不够 第二呢 就是这边可以到时候过半 切船 直接传送落地 打佣兵 打完佣兵以后 回头过来找囚徒 把囚徒抬了挂飞 打两人残局 这个是一个 上帝视角看来 比较合理的打法 就那边秒气动了 传送落地 把佣兵秒了 佣兵手里只有一个护臂 他不具备长时间 牵制的能力 挨着 挨着 没船 囚徒有电 50多的机子 交电 砸板 哎呀可惜 这块板子没砸到 那那那砸机 一颗白球 还想走 啊 交了球 你还想走 我浩克之道 一速有加成 压一手起身 哎 有点可惜啊 这一波的话呢 因为刚才那个电 确实是感觉 电在板子中了 所以 有电说法 但是没有砸中 反而被红蝶反手 抽到呢 就属于是 血亏 啊 血渣 好 那最终的话 佣兵这边 即便他能救下 这个杂机 也走不了两个人啊 最终应该是个三抓 或者四抓 我们就不再往下看了 哎 小孩想飞进去啊 他觉得人在里面 结果人在外面 那那那那那那 那佣兵怎么说 佣兵要跳地窖 其实佣兵不太会去 救这个杂机了 救这个杂机的意义 不是特别大 没看到 哎 护必 拜拜